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朋友很多的兄弟姐妹一直有发信息 也一直鼓励我 那神也有一直带领我说要我重新回来做视频 所以我又回来了 我非常的高兴 我也很感谢神给我这样的一个力量 让我又做了这一步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一起聊一聊神的爱 聊一聊说神到底有多在乎我们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说神爱我们 好像就像一个口头餐一样 啊 耶稣爱你 耶稣爱我 耶稣爱大家 然后好像就是只要这么一说 其实有没有想过 其实神到底有多爱我们呢 他的爱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有的时候虽然好像所有人都知道神就是爱 但你他那个爱跟我们的爱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今天呢 要读的经文就是罗马书的第五章 第六节到第八节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为什么说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呢 那我们想一想 在什么情况下 人可以为其他的人放下自己的生命 首先我觉得为别人死 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那我们每个人其实本心都很自私 爱自己超过爱别人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要把自己的生命放下去 为一个人去死 通常都有哪些情况呢 可能是两个人非常的相爱 那我们经常听过一些故事说 什么男生女生一起走马路 然后一辆货车空过来 然后男生把女生往前一推 然后男生就被车撞死了 女生就活过来了 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类似的 那这有什么情况呢 就是为你一个所爱的人 为一个你很在乎的人 为一个对你很重要的人 那我们也听说很多父母 为孩子去死 是很正常的 因为是爱他们 那么还有比如说对一些很重要的 比如说有生于你的 那些你要报恩 那也有可能 那也有可能是为国家 那有很多很多的我们的这些烈士啊 都是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而献上自己的生命 那都是非常的宝贵的 那么我今天呢 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为别人去死的这个一个状态 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去死 和我们为别人去死 到底为什么耶稣基督的这个死 是这么的重要 他显明了神对我们的爱 那我们就想一下 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在中国抗日时期 那当时很多的日本 日本鬼子哈 我们说日本鬼子 我就拿这个词来 聊述他们 那么日本鬼子来到我们那个中国 做了很多产无人道的事情 杀了很多的人 坚引了很多的妇女 那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事情 那我们的百姓上面 也是恨之入骨 对吧 当时有很多很多的 烈士 共产党 都被那个日本军抓了 抓了以后 反复的严刑拷打 最后也没有 透露信息 最后就死在他们手下了 所以我们会对这些烈士 都会抱一非常的这个 崇敬的这个心情 很尊重他们 那我们想一想 如果 这个革命英雄 这个革命英雄呢 他的全家 是被日本军权杀掉了 如果这个革命英雄 有一天啊 为一个杀他全家的日本鬼子 而死 你觉得这个 你能够相信吗 那这可能是 一时 那个几千层浪 这怎么可能呢 这简直就是玷污我们这个 呃 这个我们那个国家的这个 革命烈士 对呀 我也觉得 因为 这实在是太疯狂了 不是吗 一个杀你全家的人 一个做了这么多 产无人道的事情的人 你怎么可能会为他去死呢 你可能恨不得 亲手杀了他 但是你怎么会把自己的生命 去为这样的人去献上呢 那如果我告诉你 这是因为爱 你可能会说 哇 这什么是爱啊 这简直就是脑子进水了 你怎么可能会去爱一个 做了这么多坏事的人 你怎么可能爱一个你的杀父仇人呢 你怎么能去爱一个 这个 完全没有人性 哇 这个对我们国家造成如此大伤害的人 对呀 这种爱的确是不能理解的 所以 我觉得 神对我们的爱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神对我们的爱是不能理解的 我一直觉得 神是一个 疯狂的 爱人 是一个疯狂的爱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爱实在是 非常的疯狂 他对我们的爱是非常的疯狂的 就好像刚刚我们一起谈到说 一个革命烈士 怎么可能会为一个日本鬼子去死 但是神 他就愿意为我们去死 那你说我们怎么像什么 我们怎么能跟日本鬼子相比 是吧 日本鬼子满手都是心血 哇 很没有人性的 没有良心的 那我们 怎么可能跟日本鬼子去相比 其实我们仔细去想一想 我们和他们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其实我最近之前看过一个故事 那个故事说 是一个二战的一个希特勒 当时统治下的那个集中营里面 最后放出来的一个犹太人 他呢 他是个基督徒 有一天他去参加 当时 就是当时那个二战德军的一个 像我们日本的甲鸡药饭 是那种 是个将军之类的人物 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满手式鲜血 当时被收杀人狂的一个人 他当时上庭被审判 然后当时那个犹太人他就去了 他当时就在法庭上就看到了那个 杀了他 杀了他周围好多好多朋友 杀了好多好多人 满手都是犹太人鲜血的那个 那个人 他就看到他 看到他 他就大哭起来 当时有很多的记者就后来就问他 说你为什么哭 你是不是 哇 所有的仇恨 所有的那个痛苦 所有的回忆都涌上来 所以你才会哭 他说不是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 他说 他哭的原因是因为 他看到那位杀人狂 是这么的普通 就跟普通人一样 四四文文在哪里 他就跟我们没有什么量一样 他说不是他 自己 是一个变态杀人狂 而是当任何一个人 放在那个环境下 都会变成那个样子 他说当我看到他在 被告息的时候 我觉得 如果是我 我有可能也是他那样 其实我们 每个人的内心里面 其实都是一个 都有很邪恶很邪恶的地方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 好像表面上 都好像 衣冠整整 冠冕堂皇 好像都还是 有模有样的 是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个大环境 是因为我们做坏事 是要付出代价的 我们人之所以不做那些 我们想做的 我们渴望做的事情 不去 发泄自己的贪婪 不去发泄自己的仇恨 那是因为我们所做的结果 我们知道是有代价的 那如果有一天 没有代价的呢 就比如说在当时 那个环境下 你杀犹太人是没有代价的 没有人知道 有一天你会上法庭 当时所以他们是 杀了很多很多犹太人 包括日本人来往杀我们 杀了很多很多中国人 因为你杀人不会不犯法 你杀人你自己不会有 你甚至还会得到奖励 你甚至还会得到 这个 同伴的赞赏 在这种情况下 人的本性就会暴露出来 因为你所做的事情没有代价 我们 我觉得我们人都是什么 我们人都是属于 有贼心没贼胆的那种 其实如果 一个政府 如果我们没有现在 这个政府的这个 控制下 有这样的警察 有这样的军队 有这样的法律 在维持下 如果你去一个国家 你去看一下 现在很动乱的一些国家 在 他们的政权 非常不稳定的时候 这个国家是非常乱的 非常非常乱的 当你杀人不犯法的时候 那你动不动 就很有可能去杀人 就好像 像现在很多那种国家 不混乱的时候 很多人他会趁着混乱 有些 有些地方 比如说一大地震 或者是一整 一个那个什么 自然灾害 然后整个城市毁掉 这个时候 很多时候政府会出动军队 去 控制这个场面 为什么 因为人一下子觉得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这个 惩罚了以后 他们会去通到那个商店里面去 去抢东西 去偷东西 什么事情都会做得出来 其实我们人 其实你仔细的 你稍微的去观察一下 我们自己人 观察一下小朋友 就看到 其实我们人 非常的自私 非常的 以自我为中心 什么东西都是要 自己 都是要别人应和自己 我们看别人不顺眼 也是因为别人不符合自己的 不符合自己的要求 我们如果埋怨别人 也是因为 觉得自己比别人好 所以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 本性上的东西 如果你稍微花一点时间去 探讨自己的内心 你就会发现 我们人真的是 一塌糊涂 正像那个我刚刚说的 日本鬼子一样 那神呢 我们的神是谁 我们的神是 中贵的王 他是我们父神 创造整个宇宙的神 他怀中的独生子 那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很爱你的小孩 你的小宝贝 哇你整天抱在怀里面 哎呀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 都舍不得放下 亲啊抱啊亲啊抱啊 对不对 耶稣 他就是父神 怀中的 最最爱最最爱的 一个独生子 唯一的儿子 那他来到这个世上 这好像什么呢 他来到世上就好像 我们所有都是杀人犯 我们所有都是 社会最底层的 这个 要犯 准备要上死刑的时候 这个时候国王 说 听 你们不要去死 不要把他们压到死刑上 他说我现在把我自己的 这个独生子 那我们从中国的话来说 是太子 是继承王位的 是太子 我把我的太子 杀掉 来为你们这些人去死 我觉得这个概念是一个 非常非常疯狂的概念 这是什么的一个概念 那你说 这怎么可能呢 这怎么可能呢 你说我们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所以为什么这边说 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 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去死 神的爱就在此显明 所以我在过去的三年 我信主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 神对我一个很大的恩典 就是 他一直让我 记着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 这个事实 就是这三年的过程当中 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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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 那个过程 深深的 就刻在我的心里 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一直跟神说 我说 即使你不给我任何的东西 即使你不应用我任何的祷告 就单单你在十字架上为我钉死 这一个事实 就足够我 永永远远的去敬拜他 去称赞他 因为 这是一个 神是一个非常非常 非常疯狂的爱人 他爱我们 爱到 他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我们了 他还有什么不能给 所以 我们一起来读那个 罗马书的第八章 第八章的第三十二节 我们就看到 他说神的爱 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能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 白白的赐给我们 那你说神还有什么不能给我们的 为什么我真的就觉得 我就感觉一直好像就是 耶稣就感觉相对对我们说话 他说我还有什么不能给你们的 我把我自己的命都给你们了 我把我自己尊贵的王位 所有在天上的荣华富贵 全部都抛下 来到这个世界上 被我们唾弃 被我们辱骂 被我们责打 被我们离弃 最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经历这一切的事情为了什么 因为他爱我们 这种爱是 超乎人的理性能够理解的 我一直觉得神的爱是一个不理性的爱 我们人的爱是很理性的 我爱你 通常情况下 心里我觉得我可以得到些什么东西 或者说你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或者你让我觉得很开心 你让我觉得很满足 或者你让我感觉很温暖 所以我很爱你 因为你爱我我也很爱你 或者说 有的时候 尤其世间夫妻间彼此相爱 我觉得人的爱是非常的有限的 我们说一开始 比如说我好爱你 我什么都会为你付出 到时候一分手 完了爱之深恨之切 马上那个爱就变成恨 然后那个恨也是汹涌而来 人的爱是非常有限的 但是神的爱 是完全是不理智 我觉得神的爱是不理智的 因为他是完全的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献给我们 我就觉得 我有时候我就觉得神的心情是什么 我掏心掏肺 我把什么都掏给你了 你为什么不来 不回来找我 你为什么不花时间陪我 我就这种感觉 而我觉得神的爱他是无限的接纳 无限的包容 那不是说 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神爱我 神爱我 没关系啦 神会爱我 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那一些 一直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一直在做 想做什么做什么 还是满足自己私欲 然后主要说 我知道神爱我 神爱我没关系啦 我知道我会上天堂 其实这样的人是 根本不认识神的爱 当你真正明白神的爱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被神征服啊 不是因为说 神给我们很多律法 不是说如果我不去顺服神 我就要下地狱 不是因为惧怕 不是因为牧师叫我这么做 不是为了维护我一个基督徒的一个 光纤的一个形象 我们所做的一切 其实都是因为神爱我们 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去认识到 说他的那种掏心掏肺 那种把自己完全摆上 献给我们的这个一个状态 那我觉得我们完全没有能力去抵挡 神的爱 所以呢 刚刚罗马书的第五章我们也讲到 他说 在我们还是软弱的时候 神就已经借了耶稣基督 在锁定的日子为我们去死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配的什么 是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 经常做好事啊 我们经常给穷人施舍啊 是不是我们做什么什么事情 神才会爱我们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子 很多时候 我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我就发现大概有一个 这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说 他说 I'm not good enough 我还不够好 他说我还没有好到 可以做基督徒的份上 其实这个观念是完全不对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说 罗马书的第五章就告诉我们 他说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 为我们去认识 那你觉得我们配吗 是因为我们做的很好了 神才会为我们去死吗 其实我们永远都做的不够好 永远都不可能做的 做的好到那个地步 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耶稣当时在我们 耶稣当时在定死十字架的时候 我们人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们一起来读 马太福音的第27章 这个是耶稣当时是定 已经准备去定十字架了 我们来看那个 第27节 兵丁戏弄耶稣 你看我们人是一个什么状态 我们当时 当时他说 他们那个巡抚的兵 就把耶稣带了衙门 叫全营的兵都聚在他那边 他们找了一堆的人 说你们来看 你们来看 这是那个什么所谓的 犹太人的王 你们来看啊 他们给他脱了衣服 穿上一件猪红色的袍子 然后用金桔编成冠冕 在他头上 然后拿一根尾子 放在他的右手里面 还跪在他面前 戏弄他说 哎呀恭喜呀 犹太人的王 还吐吐吗在他脸上 那我一直打下头 然后戏弄完了 就给他脱了袍子 把衣服穿上 然后就定十字架 你说 耶稣本来就要去 已经要去定十字架了 已经被打的了 已经打的了 没有人形了 这个时候 我们做了什么 一些冰钉 还把耶稣衣服脱了 换个袍子 你不是犹太人的王吗 让你享受一把 然后就开始戏弄他 打他 然后还去嘲笑他 那另外一个版本上面 还讲到说 他们把耶稣的头套了 然后还打他 说你不是先知吗 你说谁打你呀 现在 就我们的人啊 真的是 简直就是 最业掏天 我觉得 我们 对耶稣做了这样的事情 你说耶稣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他从降生的那一刻 当时那个 约翰 在那个 为耶稣 曝道路的时候 他就说 Behold The Lamb of God who take the sin of the world 他说那个 看 他说神的羔羊 来带走世界上的 世人的罪恶 神来到这个世上 他的 目的 他的最终的那个 目的地 就是要为我们去死 他其实都已经知道 一切都是已经 神预先定好了 他要为我们去死 但是我们人 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我们一一压根就不信他 然后来嘲笑他 折扬他 折磨他 最后呢 我们来看耶稣 是什么一个态度 耶稣说 他说 在四十六节 约翰深处 耶稣大声喊说 以利以利 拉玛 撒巴 各大尼 就是说 我的神 我的神 为什么离弃我 我们想一想 当耶稣说 这样一句话的时候 他的心中的这种绝望 他的这种痛苦 我觉得耶稣所受的痛苦 不仅仅是肉体上 包括心里面 被 他来到这个世上 他爱我们之身 他爱我们每一个人 这么这么深 他说我要为你们去死 然后看到我们底下这一群人 又嘲笑 又讥讽 完全不大大回事 他被 我们人 就所抛弃了 然后 定在十字架上 他只有一个人 他说 神啊 我的神 你为什么离弃我 那种孤独 那种绝望 那种痛苦 是为了谁 不是为了我们 然后我们来看 路加福音的第二 第三十世纪 不好意思 路加福音的第一 应该是第二十世纪 嗯 我貌似是找不到 但是 我待会会放在这个屏幕上 就是说 耶稣当时 他的反应 他说 主啊 你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不值得 他们所做的事 神是叫那个 reply 那个恢复 他说 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所做的事 我们来想象 那个场景 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浑身是鲜血 心中痛苦 身上也痛苦 然后底下的人在 哈哈哈哈 你说你是有太人的王啊 你下来让我们看看啊 但是耶稣对我们的 爱的心是不变 他还是爱我们 他爱我们到底 爱我们至死 他说 神啊 你原谅他们 因为他们不知道 他们在说什么 我们 我突然就让我想到 真的有没有 以前我看过一个新闻 有一些 逆子啊 一些儿子 动刀 捅他的妈妈 好像是在机场上 捅他的妈妈 然后最后 所有的人都很愤怒 说你怎么会有 这样的 这样一个 逆天的这种事情 然后所有的人都要 说 要 那个 儿子 重刑 然后最后那个妈妈写信 求法官说 请你原谅我 请你原谅我的 是用感觉 所有的人 我们所有的人 都在嘲笑耶稣 然后耶稣还在对神说 你原谅他们 他们真的不知道 他们在做什么 他还是爱我们 他就对我们的爱 就是已经是 非常非常非常地超出力 就疯狂的一种爱 那是因为我们配得吗 我们不配得 但是 因为我们不配得 神就不爱我们了吗 不是 还是疯狂地爱我们 我觉得 对我们基督徒来说 这一生当中 然后我们有很多 要完成神的事情 我觉得 最重要的事情之一 就是你要去挖掘 神到底有多爱你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再读一段 因为有的人 有的人会觉得说 我知道我自己 也经历过很多 这样的事情 很多时候觉得 自己很软弱 有时候觉得自己 已经远离了神 然后我就心中 一直会有很多的责备 我会觉得 神不爱我 或者说 神一定对我很生气 神一定很不开心我 所以 觉得我更加没脸 回到神面前 我真的会有机会 有这样一种 偷地的这种 谎言在我的脑海 怎么一直跟我讲 然后很段时间 我就一直 但很挣扎 我觉得 我很想回到神的身边 但是我又觉得 神好像不这么爱我 所以我跟大家 一起来读一段经文 我们来看看 是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来读陆家福音 嗯 密家福音 讲到 嗯 彼得三次不认主 这个是大家都 都很熟悉的语段 在三十一到三十二十二集 二十二章的三十一到 三十四集 主又说 西门西门 就是彼得 他说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好 山里面像山脉子一样 但是我已经为你祈求 教你不至于事的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兼顾你的弟兄 彼得说 主啊 我就是同你下奸 同你受死 也是甘心 耶稣说 彼得 我告诉你 今日鸡叫 既然没有叫 你要三十四处认为 那彼得是什么 彼得是 耶稣的大徒弟啊 这个是 耶稣说 你是磐石啊 教会要在你身上所立啊 彼得是跟随的耶稣 而且是 从头跟到尾的 是神 是耶稣 就是说 非常爱的 非常所信任的 一个门徒 他三年跟着耶稣 听了耶稣无数的讲道 看了耶稣无数的行事 这种神迹启示 然后 所以彼得说 所以彼得很有信心 彼得对自己很有信心的 他说主啊 我就是同你下奸 同你受死 我也是甘心的 他拍着胸脯很自信 我同你去死 我又甘心 但是耶稣什么回答 耶稣说 我知道 你计较这些 你要三次说不认为 是三次 他不是意思 要三次说不认为 所以神其实是知道 我们的软弱 神 他看到我们的软弱 他体谅我们的软弱 他理解我们 他知道我们的痛苦 他知道我们心中 所有的这种难过 所有的怨 懊悔 他都知道 但是 耶稣有没有说 耶稣有没有说 哎我告诉你 你三次不会认我 你少来那边自信了 还是好好的 你收收你的这个脾气吧 还是 耶稣有没有说 这个 你这个样子 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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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做大徒弟啊 你要怎么够建交会啊 是吧 其实没有 耶稣对我们的爱 就显示在 第三十二节 你看他对彼得的回应是什么 他说 彼得他说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他说 耶稣说 我已经为你祷告了 我知道你会软弱 而且我不是说 他不是祷告说 要彼得不要不认主 他祷告说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那神知道我们会跌倒 神知道我们会软弱 但是他也为我们祷告 叫我们不要失了信心 当我们跌倒的时候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犯错误的时候 他说你不要失了信心 什么信心 你要相信神 相信神还爱你 相信神还会赐给你力量 然后他说什么 他说你回头以后 给你悔改了 给你软弱跌倒以后 你站起来了 你回头以后 你要坚固你的弟兄 这是我非常非常爱的一句话 他说你回头以后 要坚固你的弟兄 当我们软弱 当我们自己犯了错 当我们爬起来 当我们靠着神的力量 我们重新站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个经验了 我们就要有同样的 这种神的安慰 去安慰别的弟兄 去坚固他们 因为我们人 软弱是难免的 甚至耶稣在最后一刻 他说 阿爸父我的神啊 你为什么离弃我 我们人 软弱是简直就是 家常便饭 我们经常会软弱 但是我们就是要有信心 而且你要记得说 耶稣他已经为我们祷告 他为我们祈求 而且耶稣现在 只是此刻 他就在天父的右手边 日夜的为我们祈求 叫我们不要失了信心 所以神 他看到我们的软弱 但是他也在乎我们的软弱 他在乎我们的心中的缺乏 他看到我们所需要的 神其实是 真的是我觉得 他的那个爱是 真的是 24小时 24小时 一周七天 持续不断 如果我们软弱 你就要记得 神爱你 而且神赐给你的力量 要帮助你站起来 你站起来以后 你要记得回去 兼顾你的弟兄 如果你还在犯罪当中 你觉得 自己很 很软弱 你觉得自己很不配 神怎么会爱我这样的人 那你要记得 神就是爱你这样的人 就是因为他爱你这样的人 爱我们这样的人 他的爱 才是如此的伟大 他的爱才让我们 如此的 降服 我觉得我们人 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动物 神创造我们 就是按照神的形象来造 所以我们对爱 是有很大的回应的 包括我自己 最近一直在研究 就是跟小孩 儿童教育 然后我就发现 你跟儿童 教育的时候 包括你跟人 你好像一直的唠叨啊 一直的这样 折打呀 一直的骂骂骂骂骂 好像效果不如 爱的劝导好 我发现 人对爱的回应 是非常的敏感 无论是 再怎么样的 杀人变态光 你看他有的时候 我们快听到 听到很多故事 有些人他杀了很多的人 他可能就 有一个人就没杀 你说为什么没杀 他说因为那个人 可能在他逃的路上 或什么 赐恩给他 或者是 对他好 他就记得 他就没有杀那个人 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我们人对爱 其实无论你 多坏多坏多坏 我们人对爱的这个 回应 永远是不会停止 所以我们基督徒 那很多时候 我们做事情 都是因为 圣经上规定 我们要这样做 圣经上要我这么做 圣经说要祷告 圣经说要读经 圣经说要这个 圣经说要那个 神的律法 说这个 说那个 说这个 其实我 一直都不赞同这个 我 虽然我过去的三年当中 我做很多事情 都是因为圣经教 我们这样做 但是我一直很努力的 我再去把自己 推到一个境界说 我希望有一天 我做事情 不是因为 我必须要做 而是因为 神爱我爱的 让我不得不做 我觉得当我们 认识到神的爱的时候 我就觉得 啊真的是 有这么一个人爱我 我真的什么愿意 什么东西都愿意 为他做 我们就要有这种 要达到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们所有的 做基督徒 因为传福音也好 祷告读经 包括 你去 给别人 做按说祷告 为别人带导 所有的事情 都是因为什么 都是因为神爱我们 这才是我们做事的 一个唯一的一个动机 我跟大家讲一个 很有意思的事情 前两天 呃 我一直就觉得 神一直在给我 这样的一个开启 就是说 他到底为我们的事 加上 承受了多少 前两天 我跟我老公 在打平方球 打平方球 打到一半 他突然一声惨叫 然后就 打在地上 我说你什么回事 因为我老公 是个很不怕痛的人 一些小 小痛啊 什么 你说扭个脚 或者是什么 撞到一下 就啊呀 然后就结束了 就没有什么 他是很耐痛的一个人 结果那天 他就一声惨叫 然后 我说你什么事情 他说 然后他 他也不知道 他把他就 他就把脚 拿起来看 他就看到一个大头针 一个头针啊 就扎到他的那个脚里面去 他把他那个针拿出来 他说 哇 他说 专心的痛啊 他说 痛的 他说 我这么一个能忍的人 他说 我根本就忍不住 他说 太痛太痛了 一根针 扎到他的腿里面 一脚踩上去了 很痛 然后 当时我就觉得 我当时就觉得很好笑 然后 我也没退上回事情 后来我在找到 那天晚上我在祷告的时候 神就给了我 一个这样的感动 他就说 一根针 站在你的身上 都那么痛 你想一想 当时耶稣 是把整个一个巨大的针 钉在了手 穿过了手 穿出来 直接崩出来 穿出来 钉在十字架上 他两只手都是被 钉 整个针扎进去 钉在十字架上 两只脚也是 合在一起 被钉在进去 他是 弹到一个什么地步 神就是这样的爱 所以 很多时候 我们要 真的是要跟神 建立一个 这样一个爱的信任 当我讲到 神有多爱我们的时候 我们再回头看看 我们其实 所谓的 我们的爱神 其实根本就不爱神 神对我们 是什么样的一个爱 他对我们的在乎 在乎到 我们说 神对我们不离不弃 他24小时 与我们同在 他把自己放在 我们的心中 他把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 让他可以24小时的陪着我们 24小时的黏着我们 和我们不离开 就好像我们喜欢 男生女生刚谈恋爱的时候 哇 整天黏在一起 黏在一起 分一分不开 所以你就希望这样子 他就希望住在我们的中间 他就把圣灵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走到哪里 都要带着他 他就黏着我们 他就这样一个爱 他就不愿意放弃我们 我们圣经上说 God is a jealous God 中文的翻译说 神是一个忌鞋的神 我觉得忌鞋这个翻译 是一半 成长了一半 God is a jealous God 在英文中间一个很 明显的意思就是忌妒 神是一个忌妒的神 我一直觉得神是一个忌妒的神 因为爱 你爱一个人 你愿意跟别人分享 我不是说神是一个忌妒 神是一个吃醋的神 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解释 他吃我们的醋 那你爱 我们都知道男生女生谈恋爱的时候 如果一个女生很爱一个男生 男的男生整天还在跟别的女生 打起骂俏 po 这个没来眼去的 这个女生肯定不爽的 如果你爱这个男人 你就肯定不喜欢那个男人跟别的女的 怎么怎么样 就是吃醋嘛 我们人是这个样子 神照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照的 神也是这个样子 他爱我们 他把他所有的一切 他所有的 他能给的 我真的不知道神还能给我们什么 他把他全部的 他的自己的生命 他的王国 他的国度 他的权柄 他所有的以后天堂 所有的都是我们的 他觉得这还不够 他把自己的命献上来 他说我把我命也给你 什么都给你了 他这么爱我们 我们呢 今天祷告五分钟就够了 明天祷告太累了一分钟 我们再见到那风月 你的命献上 那么 你觉得 这个够吗 神是一个 会吃醋的神 他爱我们 爱到一个地步 他把自己都给我们了 他希望我们 我们的心 他希望完完全全的 占有我们 那你说有这么一个爱你的神 爱你的阿爸 爱你的耶稣 你如果被他占领 你就被他的爱占领 哇那是非常非常美妙的一件事情 那很多时候我们 会不会被这个事上的事情所占领 我们会被你的学习所占领 被你的工作所占领 被电视机所占领 被你的手机所占领 讲到手机 我手机哪里去了 手机 现在已经占领了我们 大部分年轻人的心了 大部分的时间 这时候 我觉得自己 我觉得我自己一直觉得 我自己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有一天 我就拿手机玩的时候 我就突然感动 就是 我想要去拿手机 然后只有感动就对我说 他说你试试不要去拿手机 然后我说好 我就不拿手机 哇 那个难受啊 我就觉得 都不晓得该做什么 然后我就在想 好跟耶稣讲讲话吧 耶稣我爱你啊 耶稣你好 我说我们聊聊天 哎脑子里面全是手机 真的 我觉得 你想知道一个东西 对你有没有影 你就试着 每次想要去做的时候 别去做 等十分钟 你就看出来了 啊 好想去拿手机 好无聊 现在正好是拿手机玩玩的时候 我现在其实 我自己也是在克服这个影 手机对我们人的那个 这个 是抽屉的一个工具 绝对是抽屉的工具 它对我们人的占据太大 神就希望 像手机这样的 占据我们的心 当你一闲下来的时候 你不是去拿手机 而是说 啊耶稣我来跟你讲讲话 耶稣我好爱你 耶稣我真的是好 想花这段时间来亲近你 来认识你 如果我们 把对手机 对这个世上 这些东西的影 转交到耶稣身上 然后我们说 耶稣我好想认识你有多爱我 我好想知道你有多爱我 这是非常值得的 当我们花更多的时间 还我们所有 零零星星的时间 甚至在你做作业的时候 做功课的时候 你都说 啊主啊你来帮助我 主啊我好爱你 谢谢你来帮助我 谢谢你与我同在 你就和神这样的 一直都这样说话 一直都这样说话 神非常非常的喜欢 他很喜欢和我们亲近 他很喜欢和我们讲话 就好像 我们中国一直说 常回家看看 那我们 我们这些做孩子的 长大以后 好像越来越少 会跟父母讲话 越来越多的忙于自己的事情 那你说你回去 给你父母打个电话 你父母会不会说 好了好了好了 不说了 拜拜再见 那可能就通常是我们这样说 父母总是盼着我们 能够多回家一点啊 像我妈妈 我在美国 我妈妈在中国 我妈妈有的时候 我一直工作很忙 我就忘记 我妈妈发那个微信 然后我妈妈就会搁担他 就说 哎呀你怎么不跟我讲话了呀 哎呀你最近怎么样啊 你怎么又好两天 没跟我讲话 神就是这个心态 他好渴望跟我们讲话 他好希望我们 花点时间去认识他 那我们有没有呢 其实当我们去 投入这样的时间的时候 我们就会慢慢的发现 你就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认识到 哇神的爱 真的是一个疯狂的爱 神的爱真的是一个让人 难以理解 又是让人如此陶醉的一个爱 所以我今天 我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视频 能够鼓励你 如果你软弱的时候 如果你现在正在软弱 你正觉得自己很无力的时候 花一点时间 花你的时间去亲近神 你可能说我感觉不到神 我也不知道 神到底爱不爱我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这个感觉 你花一点这样的时间 你就来到神面前 我建议你们祷告的时候 不要 一进去就说 啊 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 为他祷告 为我这事祷告 为那事祷告 祷告完了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然后就结束 不要 不要这个样子 就好像 你这样祷告就像什么呢 你打电话给你这样 妈妈 我要 你这个银行卡帮我记住了 你帮我烧着 你帮我准备那个帮 然后把这么多 这么多钱寄给我 好 再见啊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 跟神就是这样子讲话的 阿爸父 你要满足我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祷告失效 好 再见 那神 他当然希望我们 跟他求东西 跟他要东西 这是对的 这是好的 但是 这不应该 这是 不应该是我们 唯一的祷告内容 就好像 你还是会打电话去 跟你爸妈妈说 啊妈妈 我最近缺钱 能不能寄点钱给我 那聪明的小孩 他不会这样子 聪明的小孩就说 妈妈 最近好不好啊 身体好不好啊 哎呀 最近怎么样啊 然后 说着妈妈心里 开心得不得了 哎呀妈妈 你好漂亮啊 怎么怎么怎么 然后你说 反正说着你妈妈 很开心 妈妈 我自己有点缺钱 你能不能给我点钱 很多小孩 都很聪明 都会这样子 那我们跟神也是 很类似啊 你一开口就是 我要这个 要这个 要这个要那个 你满足我 这个那个那个 其实 神更希望什么 他说你要求神的国 神的义 一切你所要的 都会加给你 所以希望 他这么爱我们 他把自己都献给我们 他希望我们 把自己的献给他 他希望我们 去爱他 他希望我们去 把自己的情感 把自己的心 把自己的爱 去交电在他身上 其实神是非常非常 享受我们的爱 哪怕我们 花一点点时间 去亲近他 他都很享受 那我们不是要做 神喜悦的事情 所以如果很享受 我们的爱 他很享受我们 花时间去认识他 去亲近他 去告诉他 神我有多爱你 耶稣我有多爱你 我有多渴慕你 我有多么 想要得赏你 想要认识你 然后跟神说一些 爱的话语 亲密的话语 跟神去建立一个 这种亲密的关系 让他能够 让他也能够 陶醉在我们的爱里面 而不仅仅是我们 去享受他的爱 我觉得 我们作为基督徒 如果你软弱 如果你觉得自己 很 还在罪中 你很想逃出来 你很想摆脱罪 你却很想有力量 那你就要去亲近神 你要回到神的爱里面 耶稣说你们要藏在 我的爱里面 我父爱 我爱你们 就像我父爱我一样 我们要藏在神的爱里面 你要常常去挖掘 神到底有多爱你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 如果你是不信主的 你有没有觉得 没有人在乎你 你有没有觉得 这个世界上 我到底活着是为什么 让我告诉你有 这么爱你的一个神 他把自己的生命 都献给你 他就很希望 你能够去认识他 能够回到他身边 这是我们神心中的渴望 他希望让你能够 被他的爱充满 让你觉得这个人生 不再孤单 不再是一个人做 我们所做的事情 都不是我们一个人做 他要帮我们做 他要和我们一起做 他甚至要给我们力量 要给我们铺路 要我们做得好 但是关键所有的一切 都是因为他深圣的爱我们 所以今天我也 给大家一个鼓励说 神这么的爱我们 他把我们自己 他把他自己 献上给我们 他把他所有的一切 都给了我们 他24小时 一周七天的 这样爱我们 我们愿不愿意 24小时 一周七天 把我们全部的自己 去献给他呢 这是我对你的一个鼓励 愿神祝福大家 再见 谢谢 耶和我的心是平安的年 一生一世 他定义 永恿的为你冠冕 也和我的心是赐福的年 一生一世他应许 此爱永不改变